二十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这次在学习一下 UFD当中是什么 对象库 对象库 实际上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象库的一些什么 厂见的使用方式方法 那么我们还是把UFD 启动起来 启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以自带的飞机订票系统 来做一个演示 这里我就录制一个脚本 其实在之前已经录制过的 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 然后我们录制一下 最好不要用type件之类的 你还是用鼠标怎么样 切换 OK了 关闭 停止脚本 大家看一下自动创业的四行代码就在这边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资源里面的对象库 大家看一下 刚才你录制的过程当中 所形成的 所产生的识别出来的对象 在我们这个什么 对象库里面都显示出来 而且它是一定的层次结构显示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Dialog 在界面的右边 它会告诉你这个Dialog 或者这个什么login 它对应的属性的名称 它是哪一类的存在哪里 另外 讲的是在实际测试的过程当中 如何来识别这个对象库 大家看一下 有测试对象详细信息在这一块 也就是说在回方的过程当中啊 UFT是拿着这些属性和我们实际对象进行比较 比较通过了 那再去识别出来 比较没通过 它就无法识别出这个对象 同样的下面像OK 它是一个open button 是一个按钮 然后呢有agent name和password 是一个open edit 然后呢flat这个什么 是一个窗口 这个呢是我们的测试对象 一般英文来说我们叫做test object 或者叫TO 那么在这个对象库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好多个功能 那你比方说像我们剪辑拷贝之类的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是在我们测试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有些对象是需要你自己什么 这个重新补货的 那我们这次就可以点用这个按钮 将我们对象直接加载进来 直接加进来 那比方说我们这里面 在使用的时候可以什么 把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窗口 直接点这个按钮 大家看一下 你想用什么就可以点什么 大家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这边选了一个windows的窗口 那当然这个我就不加了 你点它 还有什么 这叫 将这个叫高量显示 什么意思 这个是从应用程序更新 比方说你的对象有了变化 你可以点这个更新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的高量显示 我看一下在哪 在这个地方 在应用程序中偷出显示 这个的话 用于帮助你对对象的一个识别 看你是不是识别错了 或者是不是弄错了 还是比较有用 比较有用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呢 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做太多的介绍 藏路呢 就是刚才说到的 这每一个测试怎么样 对象 在我们这个对象库里面的什么 展示显示 以及后面可能会涉及检查点 输出对象 这里我们先不去管它 这个测试对象 你要了解到 怎么就识别一个对象了 属性都在这 如果这个地方的属性和你的实际运性对象 属性不匹配的话 如果出现对象不是无法识别 另外如果想你捕获一些新的对象 到本地这个对象库里面的话 就点这个按钮 如果想更新之类的 就可以点这些 如果想高量显示呢 就点这个按钮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操作一下了解一下 操作一下了解 比较说我们这里面可以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打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我要把login在应用程序上高量显示 大家看一下 点一下 看到没有 一闪一闪的对不对 比方说我把这个OK按钮 沿着应用程序上高量显示一下 对吧 它就会提示你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比较好用的 那这个对象库呢 在我们整个测试过程非常重要 有些时候我们做这个UFD测试 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编程的话 直接实现算 对不对 还有其他工具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UFD或者是QDP 它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对象管理功能 你如果是想做自动化测试的话 而人家本身又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比较好的对象管理功能 你干什么 不用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觉得 用UFD或者是QDP做自动化测试 其实我觉得 最大了 多一点就在于它什么 对象管理的功能 比较强大 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就给大家介绍了 对象库 大家记住了 很重要 一般英文我们讲OR 是吧 对象库 对象库 那么咱们下次给大家讲一下 UFD当中什么检查点的使用 一共有好多种 好多种检查点 我们的IQ给大家讲一遍 OK 咱们下次可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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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